中文字幕——YK 从本场比赛来看 中国女篮保持非常高的进攻效率 在上半场比赛就砍下了60分 这个得分 可以说几乎等于中国男篮 在世界杯比赛一整场的得分了 当然了 中国女篮除了在进攻端效率超级高之外 球队在防守端也是做得十分不错 半场比赛只让蒙古队拿到了26分 到了下半场比赛已经进入了垃圾时间 不过中国女篮依然是保持自己的节奏 在场上的球员也是充分去展现自己的风采 两队分差也是不错扩大 来到了50分以上 最终中国女篮收获了一场55分的大胜 从中国女篮的表现来看 可以说有三大利好 其一就是内线汉将李月如保持出色的状态 因为伤病的因素 李月如已经大半年没有打比赛 她的状态如何也是让人担忧 不过从本场比赛来看 大家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 因为李月如依然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本场比赛只打了17分钟 就砍下了18分时篮板两盖帽的数据 在得分和篮板方面都是全队第一 其二 韩旭并没有受到WNBA联赛的影响 本赛季 韩旭在WNBA联赛可以说是打得十分憋屈 遭到了主教练的气用 几乎是没有得到上场时间 不过 韩旭能够很好地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在本场比赛 下了15分期篮板的不错数据 毫无疑问 中国女篮想要在亚运会上夺冠 还是需要韩旭的高效输出 还有一个就是 中国女篮后继友人 2001年出生小将罗欣裕 今年才22岁 本届亚运会 也是他第一次代表中国女篮参加亚运会这样的世界大赛 然而 在比赛中 罗欣裕却展现出来了过人的实力 在进攻和防守端 都打出了高水平 全场比赛 罗欣裕替补出场打了18分钟 投球7中4 其中 有二季是三分球 砍下了10分9篮板两助攻的出色数据 更让人惊叹的是 罗欣裕还是中国女篮场上效率最高的球员 他在场上 中国女篮赢了足足38分 完全可以说 罗欣裕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是一名惊人 打出了中国女篮的风采 看到罗欣裕的高光表现 国内知名解说员苏群 也是心花怒放 对罗欣裕是赞不绝口 称她是中国女篮的希望 是李梦的接班人 苏群是这样说的 我的老乡罗欣裕 今天她得了10分 这是她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亚运会 年龄很小 只有22岁 大 家一定要记住呀 无锡姑娘罗欣裕 她是李梦的接班人 有李梦 有罗欣裕 中国女篮还能长胜不衰 其实 苏群所言也是有很大的科学根据 罗欣裕是一位身体条件 十分出众的女篮姑娘 她的身材强壮而坚实 在比赛中 完全不会惧怕身体对抗 同时 她的技术能力也是十分出色 能够持球突破上篮 也能够投射三分球 同时 她在防守端 也是十分不错 篮板球的意识十分好 可以说 从罗欣裕的表现来看 她拥有非常大的潜力 当然了 罗欣裕还很年轻 她也有一些存在的不足 比如在协防方面 比如在防守卡位方面的 都是还有一些瑕疵 但是 只要她能够保持进步 不断去完善自己的各项技术 技能 那么 在未来 她必定会是中国女篮的重要球员 加油 祝 为了解更多体育方面的消息和点评 各位看官 可以点赞 转发加关注笔者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